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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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口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你眼神怀疾又无尽 日久他想进故乡 留下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当你可知道 二月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云一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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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沙村旁的一片密林里 仪式独特的巴沙苗族成人礼 又一次举行 滚水声是成人礼的主角 巴沙男孩到了十五岁 都要举行成人礼 成人礼是每个巴沙男孩 必须经历的人生洗礼 由五个自然寨组成的巴沙村 坐落在山脊上 一排排 依山而建的甘蓝室吊脚楼 随地起伏 掩映在茫茫树林中 村寨之间 鸡犬之声相闻 成人礼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是用一把锋利的镰刀 把滚水声头上四周的头发剃光 只留下头顶部分 然后将头顶中部所留的头发 完成护棍 护棍是苗语 护即头 棍即发际 汉语也叫啾啾 巴沙男人为什么要留护棍 传说 很久以前 有一天大雨后 一个巴沙老人 从暴涨的河里 救起了一只小老虎 后来一个冬天 救护的老人 去王家寨喝酒 深夜回家 饮醉酒 倒在了野外的雪地里 汗水间 正好碰上 被他救过的小老虎 出来觅食 怕老人在雪地里冻坏 于是老虎便用自己的身体 扑在老人身上 以报答老人的救命之恩 天亮老虎离去时 托梦给老人 巴沙人好 请你们男人留发剂 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免得被雾吃掉 这个起源是个很具体的小事 但是对巴沙人来讲 就这个是一个远古时期 他们的祖先 留给他们的一个嘱托 就如果一个巴沙人 挽起这个啾啾来 你就可以保佑一生平安 再要隐身的话 实际上这个护棍 已经成为巴沙文化的一种象征 护棍和成人礼 就这样伴随着古老的传说 一代代保留至今 如今山上虽没有老虎了 但巴沙人认为 那是祖先传下来的誓言 砍断护棍 就是砍断连接祖先灵魂的命脉 就是对祖先的不孝 巴沙人敬畏祖先 成人礼 是巴沙苗族敬畏祖先的 一个重要仪式 如果个别人 以某些特殊原因 砍掉了护棍 在他去世后 家人也会为他 接上一个假护棍 这样他的灵魂 才能被祖先接纳 护棍是巴沙男人 装束中最重要的标志 也是这个族群的 一个象征符号 谁没有护棍 谁就会被族群排除在外 由于对祖先的敬畏 巴沙人为我们保留了这种 迄今在中国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男性法式 成人仪式上还有一项重要内容 受枪 举行过成人礼的滚水声 完成了人生旅途中身份角色的转换 成为一个真正的巴沙男子汉 可以参加村寨的各种重大事物活动 从此新的生活开始 在巴沙苗族人心中 祖先最高 最神圣 他不仅体现在成人礼上 在巴沙村 随处可以感受到 巴沙人对祖先的那份敬畏之心 在巴沙村附近的密林中 有一道面向东方的神秘土坡 这是前往卢生堂 塞卢生的必经之地 每年的农历11月19日 是巴沙苗寨传统的卢生节 节日那天 各寨组成的卢生队 就会经过这道面向东方的斜坡 去卢生堂塞卢生 但每次来到坡角 卢生队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队形 吹着卢生后退上坡 面向东方 是为了不忘东方祖居地 后退上坡 是为了告诉后人 苗族的祖先经过数千年的艰难迁徙 到了巴沙 所以在他们最重要的节日 卢生节的时候 就要举行祭拜东方的仪式 祭拜东方坡 表达了巴沙苗族 对东方祖居地的怀念 和对祖先的崇敬敬畏之心 祖先居住的东方 也成了巴沙苗族神圣的方向 对于祖先的敬畏 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因为我们的民族认为祖先是我们的根 我们的所有的文化 我们所有的业绩 我们所有的成就 包括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拓展 都会从祖先那里得到取之不竭的这个营养 所以对于祖先的尊重 对于祖先的推崇 实际上是为了获取面向未来的力量 对祖先的敬畏之心 已渗透到巴沙人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照片上 这位质朴彪悍的巴沙老人叫滚拉旺 滚拉旺的形象 被无数次的定格在报刊杂志上 已成为巴沙的一个文化符号 滚拉旺一家在举行家宴 在节日中 祭祖是必须的一事 巴沙苗家的祭祖方式非常独特 他们没有祭祖的神龛 火堂就是他们的神龛 祭祖是一家人围坐火堂 面向东方 在祭祀的食物中必须要有鱼 因为鱼是祖先们 在东方水乡生活的一个象征 撒几滴酒在地下 尝一尝寄过祖先的酒 大家就能得到祖先的护友 全家就能幸福安康 巴沙人不仅敬畏祖先 而且敬畏自然 在滚拉旺家的墙上挂着一排枪 墙上挂了那么多的枪 都是你自己使用的 还是有其他人使用的 这枪都是我们家人用的 全家男人用的 这一把枪是我的比较长的 打得比较远 用的时间比较久 已经五十多年了 这一把枪是我的大儿子 到成年仪式以后 我给他配这一杆枪 这第三杆是我的二儿子 老二的 也都是半成年的仪式 我才配给他 巴沙男人配枪 有严格的规定 枪只能在巴沙范围使用 枪口不能对人 即使发生争吵或打架 都不能动枪 早年的巴沙人 枪除了用来打猎 维持生计 守护村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 保护村站周边的这片树林 巴沙人崇拜树木 信仰树神 因为在苗族的创世神话中 人的生命从树中起源 没有树就没有人 巴沙人认为 树的生命茂盛 人的生命也一定会强健 长寿 巴沙村民相信每一棵大树 都是一个祖先的魂灵 他们敬畏这些魂灵 这些魂灵也庇护着巴沙 所以巴沙人用生命 保护这片树林 由于巴沙人对树木的敬畏和保护 巴沙村被农荫的树林包裹 到处可见参天大树 那么人如果有什么生病 身体不好 他就往往也去请求树来富有 那么对树的敬畏之心 对森林对自然的敬畏 就因为他对生命的敬畏 2014年末 巴沙持续下起了小雨 天气变得阴朗又潮湿 五岁的滚水旺 已经咳嗽了好几天 爷爷滚老拉决定 带孙子去拜一拜树神 几拜时要搬一块石头到树下 树下的每块石头代表着不同的孩子 作为树神来供奉和摩拜的大树 由村里德高望重的债老选定 巴沙人通常把木和树作为树神 这是因为木和树树树感坚硬 枝繁叶茂 木和树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如果包开树皮 内层的分泌物沾到皮肤 会起氧无比 所以巴沙人认为 木和树有灵性 供奉树神的 是巴沙人最珍贵的食物 糯米饭 烟鱼和米酒 巴沙村民把生活的一切愿望 寄予树神 生活中遇到不顺 就会祈求树神保佑 木和树在巴沙也被称为消灾树 作为树神被摩拜的木和树 通常会有好多棵 它们散布在村寨四周 可供有需求的村民随时摩拜 作为树神的木和树 在巴沙严禁砍发 除了可以供所有村民摩拜的树神 在巴沙每一个活着的人 还要有一棵专属自己的生命树 滚水阁带我们来到了它的那棵生命树前 前面这棵就是我的生命树 就是这棵 对 就这棵 然后呢 那棵多少年了有 现在我二十七了 它也就是伴随着我 一起成长了二十七年 在巴沙每出生一个孩子 他们的父母就会给孩子栽下一棵生命树 生命树是滚水阁的另一半 它去世后 生命树也将被砍伐做棺木 巴沙人通常选择山树作为生命树 因为山树不仅长得快 而且木制好不变形 耐腐蚀 不易生虫 每次来看望自己的生命树 滚水阁都会扎一个草标 在树下插一个草标 表示该树已有种人 别人就不会随意乱动你的生命树 人是树 树是人 巴沙人把人的生命跟树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们不仅保护树木 而且敬畏树木 敬畏自然 这时巴沙的森林植被覆盖率 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茂密的森林也同样护佑着巴沙人 生生不息 吴宜象是巴沙村的苗姨 它常常上山采草药 村寨周边坡地上的花花草草 在她眼里都是救命的药材 找到了需要的草药后 吴宜象不急着采发 而是拿出了一把米 撒在了草药上 这个仪式它表达的意思是草药跟人一样是有生命的 人身体有病 他就要去请求草药来帮助人解决他的健康问题 把这个草药当成是一个和人一样的生命的话 他就要跟这个草药形成一个礼善往来 因为他要去请草药帮助 他就要送礼给他 米就是一种礼物的象征 采草药还有一个规矩 吴宜象通常不会把它全部采完 以便让花草继续繁衍子孙 巴沙人对自然生命的尊重 远不止采草药 对自然界的所有植物 他们都一视同仁 你要采集果树也不能采完 要留一部分三五棵在树上 因为这个果树也跟人一样的是 一个平等的兄弟一样的生命 尊重自然 敬畏自然 巴沙人换来了一片茂密的山林 巴沙是洞雨 巴是茅草多 沙是山树多的意思 巴沙就是草木繁多的地方 我想巴沙人对于自然的这种态度 体现了一种很高的文明程度 而且他们肯定也认为 自然是有生命的 自然是有灵气的 我对于自然的态度 自然自然知晓 所以我想呢 从巴沙人对于树木 包括对于自然的这种态度 对我们当代人 是有某种警戒的作用 为了守护这片神林 村寨中的每个家族 都会派人义务巡视 谁敢触犯神林 谁就要接受处罚 2013年 村里发生一起 偷伐树木的事件 偷伐者是本村的村民 滚源网 是当时的村会计 他见证了事件发生 和处理的全过程 他带我们来到了 当年树木被偷发的地点 大概在哪个位置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吧 到了是吧 到了 哪一棵呢 就这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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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好像不是特别大吗 但是它已经有利用价值了 就可以建房 也可以卖钱这样子 那么它当时大概砍了几棵 大概砍了四棵吧 按树墩的大小判断 这是一棵 生长了大约20年的山树 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林子里 所有的树木都不能砍呢 也不是 我们偏远的地方就是说 不是风生玉林区 不是景区附近之类的 我们可以选择的砍法 就是旋分的利用 就是可以砍一点 作为我们生活生产方面的用材 那我们这片区域 它是属于什么范围的 这个地方属于风生玉林区嘛 所以是绝对不能砍的 是绝对不能看的 按照巴沙村村规民约 凡事偷盗树木者 必须做出处罚 处罚采用的是食物的方式 罚120斤米 120斤酒 120斤猪肉 简称三个120 这个是我们的村委会 那我们的村规民约在哪个位置呢 就是挂在我们村规民约楼梯头的那个墙上 把村规民约张贴在楼梯口的墙上 是为了让所有进出村委会的村民都能看见 我看到这第九条 第九条 偷盗树木和建房木材 出退床外 另罚 三个120 但是这个三个120我看来都很多 这里还有 非法进入他人住房 经销店 粮仓 火源 就是一些偷盗的其他偷盗行为 偷牛啊 羊啊 鱼啊 还有鸭鸡 都是这样出发的 本设计偷盗的 全部是罚三个120 这里就很明确 120斤米 120斤酒 120斤猪肉 在苗族的创世神话中 树妈妈生了12个生命蛋 而人只是其中的一个 因此苗族人视12为最吉祥圆满之数 谁违反了规定 就等于打破了圆满的12 生命的和谐 就必须要加以补偿 而补偿 通常就以12的倍数来处罚 处罚在村子的祖母石前进行 这是一块遍布划痕的巨石 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由于年代久远 以一分为二 据说这块石头 是巴沙建寨石所立 祖母石的一个重要功能是 如邻里发生纠纷 就由债老带领当事人 到祖母石前发誓 据说喊灵 所以村民们对祖母石十分敬畏 你手上的照片是什么照片 就是我们当时处置那个场景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场 这个是祖母石 估计当时大概到了多少村民 500户 就来了400多人了 都拍代表过来了 这个切肉的是 就是当时砍树的那个人 让他自己切的呀 对呀 这个是切肉的场景 这两个人是 这个是村长 然后这个是芝树 他们当时在现场是监督整个过程 主持下我们处罚决定的 就是当时砍树的人 还是跟他们两个是亲戚 是亲戚关系 处罚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 是啊 但是最后 还是按照我们村民规定把它给处理了 在祖母石前 120斤酒由现场的村民一饮而尽 而120斤米和120斤猪肉 则被分成了500份 虽然三个120 在今天的巴沙算不上最严厉的惩罚 但它的警示作用 远远超过了食物本身的价值 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巴沙人守护着脚下的一草一木 守护着先祖传承下来的生活习俗 巴沙村民们就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 表达着对祖先 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历史上 苗族没有文字 苗族的文化和历史 主要靠口头传承 由于巴沙人敬畏祖先 敬畏树木 敬畏大自然 这让世人在延续至今的成人礼 祭祖 拜树神 祭拜东方坡等仪式和节日中 得以真切地感受 苗族文化和历史的魅力 跟许多中国偏僻的乡村青年人一样 滚水阁带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高中毕业后曾去广东倒过工 但一年后他却选择了回家 我觉得外面没有我们这边好 没有这边好的东西是在哪里呢 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能够知足 自己种的米饭自己吃 自己知的布自己穿 而且大家都互相认识的 走路到哪里 大家都互相问候一声等等 我就觉得这个比较有家的味道 我就想家里面的这种生活 我就不愿在外面待 千百年淳朴的远古一方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为了让游客更真切地了解 巴沙苗族的文化 村里成立了两支表演队 镰刀剃头是一个必须有的项目 但不是表演 而是真实的展示 这首绝火总是最能吸引游客的眼球 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以前龟水阁到县城去读书的时候 他头上的护棍发饰 总是招来同学们异样的眼光 今天来自城市的人们 不仅羡慕巴沙人独特的发饰 更羡慕巴沙人的生活 敬畏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任何的行为都要有底线 没有底线就会受到惩罚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底线 指的是对于宇宙和自然 因为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 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会我们自己产生一种盲目的感觉 就是我们是万物之灵 甚至我们是万物的主宰 事实证明 任何超出人与自然规范 和底线的行为 都会受到巨大的惩罚 所以我觉得 当代人在科技发展的今天 尤其应该保持巨大的敬畏之心 或许是因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 或许是因为千百年来的顽强坚守 巴沙人为我们保留了一个 无法复制的自然村寨样板 古老的庄术 神秘的民族传统习俗 林木幽深的村寨环境 静天静地静祖先的巴沙人 打造了一个令世人羡慕的精神家园 月儿愿 月儿愿 谁的眼泪流不忘 点点滴滴船成船 爱似真来起死心 传城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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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怨 怨怨 人在他乡也难免 隔山隔水安队 梦似凡来心似处 奥迪安 娘相畔 何时才能把家还 约维耳员 约维耳员 何时才能把家还 约维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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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他乡也难免 隔山 隔山 葵 睡觉 梦思翻来 心思传 万对岸 两相畔 何时才能把家还 月儿涌 月儿涌 何时才能把家还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